在经历了生死之后 孙女士没有醒悟 甚至还在念着丈夫的好 妄想着丈夫回归家庭 可李先生却说 他早就厌倦了跟妻子的平淡过往 我们认识好像就是五六个月吧 就结婚了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轰动的事情 就是顺其自然结婚 婚后同为室内设计师的他们 在工作上互帮互助 生活上按部就班 可孙女士眼中的岁月静好 在李先生看来 却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他坦言 这段婚姻有两个痛点 是他一直想要打破的壁垒 对父母的贡献 维护其微 就是照顾父母 逢年过节回家看看 过节回家的话 住不了太多天 融入不了 我的确是住不了多少天 因为我是南方人 他们是北方人 我也没有办法 去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他们讲话我根本就听不懂 所以我就选择不说 就客客气气的 这就一个 还有其他的吗 他的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强 就喜欢安逸 不喜欢打拼的这种生活 或者说追求更高质量的这种 他只是就这样拼我们的过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这种生活就行了 你可以去奋斗 他选择安逸的 因为我就想 我也不是那种冲锋者 我的前面部的婚姻 到现在可能还在原地摊步 就是我看不到50岁或者60岁 我能怎么怎么样 就是对未来的规划 没有很清晰 但是我和我同学 可以规划一些 未来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跟你女同学在一起的话 你会觉得这一切都能改变成什么样呢 就是我的生活品质会更高一些 或者说我的能力 会能得到更大的释放一些 你自己不能做到吗 我不是一个冲锋者 但是我属于副手或者副教 你需要有个领导 对 就是我就喜欢这种类型 给我动力的一个人 我不能接受 我一个人大老远 从苏州跑到东北 我不需要强调这个事情 但是事到如今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任何一个女孩来说 来到一个内蒙 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 这也是一种勇气吧 这我不是对你的支持吗 我们在苏州已经有房了 放弃那边的一切有户口 什么都学校 甚至孩子学校都找好了 来到这边 我不觉得没有动力 而且我生活安逸 我觉得这都是有原因的 我是知足常乐 因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他就得了肺结核 就是几个月都不能上班 那个房贷啊什么的 都得就是你自己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吧 然后我也 他好的时候 我又得了一种比较怪的病 就是一直要吃激素 我当时就觉得 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身体 能够好下去 就不要再奢求太多了 李先生 你自己对这段婚姻 你打多少分 八分吧 八分也挺高的 对 我觉得算是可以 但是我就是离我期望的 还是非常遥远 你对于你和你女同学的未来 你打多少分 至少到十分以上 满分十分呢 对 那就十分 我觉得他是疯了吧 因为他俩并没有生活在一起 没有经过油烟酱素柴和米